工人蹲地身體泡在水中 手上抱著一綑綑野蓮 就算渾身濕透 還是賣力工作 因為現在的報酬相當可觀 把野蓮送到工廠清洗 工人忙得不可開交 因為要是耽擱了進度 後面可是沒人接手 高雄美農農村 從九月開始就進入農芒時期 先是九月份 有成香蜜番茄開始種植 十月份農民開始種紅豆 緊接著十一十二月 又要忙著採收野蓮和白玉蘿蔔 有經驗的工人搶手 時薪也跟著水漿船高 來到兩百元 月收入要超過五萬 沒問題 我老闆會想要來挖泥 去他那邊幫忙 多少都會 拿出飲料請工人喝 雇主慰問辛勞 因為好員工實在太難找 為了留住他們 不但上午得買點心 點點工人的肚子 下午也要準備下午茶 或是請員工散河吃飯 甚至還有業者在非農忙時 提供其他工作展現極大誠意 有時候大家吃個飯 怎樣聊一下 看裡面有什麼問題 我們當老闆的要改進了 就要改進了 這個專業的工人 並不好找對不對 對 那就是現在 幾乎動作比較快的 都是外籍新娘 有人能力充足 也有老闆怎麼找都找不到工 日薪已經開到1600元 還是每年上門 只能找外籍新娘現印機 農民表示 農村缺工情形年年發生 不願有收成 卻找不到人 雇主只能祭出高薪 希望重賞之下 多點勇夫 記者王嘉慶 陳昭谷高雄報導